近年来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 人民空军高飞远航 空军由空到天向高处拓展 由陆向海向远处延伸 不断的提高战略预警 空中打击 防空反导 信息对抗 空降作战 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历史性的跨入了战略空军的门槛 正向着世界一流空军加厉奋飞 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大家好 我是包敏 感谢收看由我和百斗百家号共创的金品栏目 军武打案馆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空军这个条目 当代中国空军指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是以航空兵为主体的军种 是进行空中作战 对空作战和从空中对地面目标 实施攻击的主要军事力量 中国空军有航空兵 地空导弹兵 空降兵 雷达兵 电子对抗兵 通信兵等兵种和其他的专业勤务部队组成 下辖战区空军和空降兵军 院校科研试验等单位 建立有适应现代信息化战争所需要的作战指挥 教育训练 科研装备和后勤保障体系 具有较强的空中进攻作战 防空作战和空运空降力量 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 保卫国家领空安全的重大使命 还富有强险救灾 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 中国空军在碧露蓝绿中创建 在艰难困苦中前行 在自我革新中蜕变 在七十多年代发展历程中创造了无数的光辉业绩 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对手的尊重 空天领域日益成为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地 新时代的中国空军正围绕着空天一体 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 向信息化的战略空军转型 在改革强军中 生化体系重缩 领导指挥体制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焕然一新 殲-20 运-20 殲-16 殲-10C和轰-6K 空警-500以及红旗-9防空导弹这些新型武器装备 投入新时代的练兵备战 加快推进空天战略打击 空天防御和战略投送等能力的建设 中国空军不断拓展国际话语新空间 全力打造制胜空天的体系作战群和主导话语的舆论攻防群 实现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协调发展 空军是战略性的军种 在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权棘中具有举轴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空军的战略能力要以不断拓展的国家利益和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下 人民空军高飞远航 空军由空到天向高处拓展 由陆向海向远处延伸 不断提高战略预警 空中打击 防空反导 信息对抗 空降作战 战略投送和综合保障能力 历史性的跨入了战略空军的门槛 正向着世界一流空军加力奋飞 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提供空天力量支撑 感谢收看我和百斗百家号共创的精品栏目 均无答案馆 欢迎百斗搜索中国空军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